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仅用力将民众给扑倒暴打 甚至还强行套上手扣 两经传说有人在街头拦车打人 把人给掳走 甚至还夺走了千万元的抢案 以前发音会跟按摩店一名 越南籍女子有纠纷 凌晨居然提着两桶汽油去按摩店纵火 把对方活活烧死 南天五报大头条头交点 我们要带你来关注的是 武汉肺炎的疫情实在是很严峻 在昨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了新增两个个案 台湾目前是一共有20例 同时还出现了国内首例死亡的个案 这名死者他是中部地区 一名61岁的白牌车男性司机 他没有任何的出国旅游史 他也不是已知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但是他是在1月27号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咳嗽的症状 那个时候诊断是肺炎 等到指挥中心扩大筛检的时候 2月15号检测为阳性 不过这名男子当晚就因为肺炎 合并败血症不幸死亡 而他的51岁弟弟也中标 目前是没有症状的 收置在负压隔离病房当中 我特别提到的是现在大家要来追的是有关于他接触史的这个部分 他是一个白牌车司机 在中部这边激光鼠这边来去人之后 接触的大约有79个人这么多 包括跟他住在一起的家人 以及不是住在一起的 像是他们在2月3号 不对1月27号的时候 初三的时候有办过家庭聚餐 所以大家吃在一起 然后又共享晚餐的时候 这也是要来进行 包括他们要来诊治的部分 以及因为他在过程当中有出现咳嗽 或者是呼吸急促 他有送到医院去这边过 所以医护人员有接触到他大概是60个人 急诊室也有7个人 但是说到这里 刚刚有说到他生前上班的这个白牌车 其实他的同事我们有访问的 他们说他目前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只不过是有很多人是确诊之后 也发现自己也没有症状 所以说真的 每个人都很担心 都先把车辆消毒一遍 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客人都不太敢上门 生意阴落千丈 另外有中台湾的民众 感觉也是怕怕的 也专程提早到要举牌口罩保个心安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首例死亡的个案 是完全没有所谓的旅游史的 那为什么可以确诊出他 有这个武汉肺炎的状况 是因为指挥中心他们主动出击 用另外一种方式筛检出来的 原来那个时候疾管署在2月12号的时候就发现 在新加坡这里有出现了没有旅游史 但是也是被诊断出武汉肺炎的 所以他们开始又来进行回溯检验 就是针对全国说有人通报说他得了流感 或者是有得到所谓流感并发重症的人 这113个人当中我们再来重新验一遍他们有没有得到武汉肺炎 果然在这113个人当中就找到了一个 就是这一次的死亡个案 再从这一次的死亡个案当中去观察他的接触史 找到了第20例 所以有很多医生都在讲说 台湾这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这样子回溯室 而且地毯式的扫描是非常细心的过程 虽然这个结果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惊 因为个案一确诊出来之后 人就走了 但是他也可以把这个接触史扩大出来 让大家可以小心再小心 而另外说到这次台湾可以很快速的建立健保卡 还有旅游史的串联 以及口罩时名字 买口罩不是都要用健保卡吗 这次全部都有赖于现在的健保署长李柏章上任之后 他积极推动了健保云端系统发挥的作用 成为了这次武汉肺炎抗疫当中的功诚之一 让人担心的是台湾现在出现了首例武汉肺炎确诊死亡的病例 更疑似是社区感染的警讯 台湾的防疫恐怕出现了一些变化 也牵动着台湾的国际处境 甚至从疫情爆发引来 观众朋友不难发现的是 像是越南跟菲律宾都因为一中政策 把台湾列为中国疫区 另外在意大利到现在 还是禁止台湾的航班入境 主要迹象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困境 说到这个武汉肺炎 我们要来关注在中国大陆这边的最新消息 说现在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7万例 而死亡人数也已经破了1700个人 病毒在蔓延当中 而其中在武汉去年有一场大型年会 有高达5000多个人参加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这个病毒可以快速传播到 四个省六个市 现在不论是谁都希望 这样的疫情可以赶紧过去 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延烧 真的是造成了无数个家庭破碎 我们来看看包括这一名在湖北电影制片的导演 也因为一家四口 统统因为染上武汉肺炎而去世 在话题当中我们呈现给大家看的是 这个叫做长凯导演 他写的遗书 他的内容大致就在讲说 他原本在除夕那一天 原本是全家要在饭店享受除夕大餐 但那个时候被勒令策定 只能在家吃饭 共享温馨的晚餐 但没有想到噩梦完全降临了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他的父亲出现咳嗽 发烧 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 但重点是一床难求 等到了1月27号的时候 他的老父寒恨 撒手人寰 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也因为染病 随老夫而去 而遗书当中 他甚至还写到 他跟他的妻子在照顾双膝的过程当中 也染病 也因为一个床位都找不到的关系 直到病入肛肓失去了这个医师的良机 所以现在只留下他生病的妻子 还有远在英国的儿子 仅仅17天 一家四口就遭遇了灭门之灾 这个导演非常年轻 才55岁 好 但是武汉肺炎现在这么严重 前线的医护人员 每个人也是身心俱疲 因为医疗环境设备很简陋 可能会引发医护被感染 另外医院的食堂物资也不足 他们上网铺文希望可以寻求捐助 最惨的是有一名护理师为了抢救病患 他明明知道对方可能罹患了武汉肺炎 但还是在没有防护医的情况下 跪在地上进行CPR 我们还要来关注现在停靠在日本恒兵港的这一艘钻石公主号目前的最新状况 包括在美国这边 在昨天已经派出了两架撤侨班机 已经在台湾时间17号凌晨 从日本羽田机场起飞 把300多名的钻石公主游轮的美国游客给载回家 但是300多剩下的人为什么不上飞机呢 包括因为这一艘钻石公主号上面有44个人 确诊的是美国籍 他们是没有办法登机的 必须要留在日本治疗 而另外还有36个人 他们是直接放弃 不要载这个专机回到美国 但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或许有些人听了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为什么 他们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他们害怕跟潜在患者在同个飞机上 或许我现在还没有感染 但是我要飞美国飞这么远 这个长城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就因为相处在同一架飞机里面 我就被你感染了呢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 现在他们已经好不容易被隔离 隔离隔离到困扰 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天了 但没有想到他们如果 就像这个包机回到美国的话 他们还要必须到美国加州跟德州 这两个分开的空军基地 还要再度隔离14天 等于是说你在船上的隔离天数 全部都归零 所以有一些船上的美籍游客就说 这个政府派出的包机时间点 为什么会这么的晚 等于我要整整隔离一个月 当然我们还要持续关心的是 在钻石公主号上面 我们的台湾人 目前在这个钻石公主号上面 不是有355个人确诊吗 其中有三个人是台湾 当中还包括了一对父子党 先是80多岁的父亲确诊后下船 现在他的儿子也确诊感染 而在进美国之后 包括我国加拿大以及香港 都有计划要派专机来撤销 这次的日本也实在让人搞不透 他们的做法到底是什么 原本说是防疫大国的 在今天再度传出在日本这边 新增了两名案例 其中一个是在这个 神奈川县的40岁的护理师 他曾经照顾过日本第一起 肺炎死亡案例的病患 而另外一个确诊感染的是 后生劳动省的一名 50多岁的男性职员 他就是上去钻石公主号 检疫的时候被感染的 因为疫情暴不停 也让安倍的支持度 只剩下四成 现在全台湾都在防疫大作战 但是事实上我不得不说 这样的天气状况 实在让人不感冒也难 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我还记得已经有点热到 感觉可以穿短袖的感觉 很舒服 对 结果到今天一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被冷到 而且据说 今天还不是最冷的时间点 立刻把时间交给你了 印章无安 还有一个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的确哦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我们来看看这样热乎乎的美食 春楼才因为做工很 反复的关系 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吃得到了 但是隐身在巷弄当中 有一位师傅 他拥有三十多年台菜经验 他把一般人熟悉的白苍米粉 用台南的狗母鱼酥来取代 再加上红旋 芋头 鱼丸等等的好料 煮成一锅 海味鲜浓的狗母鱼酥米粉锅 我们来看看 好 但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们就不要出去吃吧 我们就在家吃 或者是在家自己泡点东西喝 是最安全的 现在有所要的这些 营诊的业者就表示说 因为民众减少了外出意愿 学生们也都还没有开学 让他们的业绩可以说是大受影响 有业者透露光是外送订单 就锐简五成 各种朋友特别注意了 威士滩特号游轮在四号停靠高雄港的时候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目前已经掌握215个人 是曾经跟下船的旅客接触过的名单 目前也持续要来监控他们的健康状况 目前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异状 而至于这些旅客 他们曾经到过的南台湾景点 包括了高雄的佛光山 西子湾 联石潭 而另外在台南的安平士坎楼 以及屏东的墾丁 目前旅客到了这些景点之后的接触对象 卫生单位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所以现在除了扩大消毒之外 也呼吁四号曾经到过这些景点的旅客 还有店家摊贩 如果健康有异状的话 要尽快跟卫生局的防疫专线联络 这道条我们来关系的是在台中 这边竟然惊传了街头蓝车打人 还劫走了千万的抢案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 在新北市卢州发生了一起作火案件 嫌犯因为跟按摩店一名越南籍的女子有纠纷 在今天凌晨 她竟然直接提着两口汽油去按摩店来作火 把对方给活活烧死了 而最后还要来关注的是 警方查获了违法的医美产品 总价值超过1800万 两面嫌犯把数量庞大的玻尿酸等的产品 藏在了水产公司里面 但还是被警方给找到了 不要引力 其实真的就是这一次武汉肺炎防疫的重要原则 但问题来了 中国就是不透明 现在就连真正的确诊 还有死亡人数也屡屡传出 跟实际状况相差甚远 当地人民是最无辜的 他们生病没有办法获得医疗 到处出现压力锅快要爆炸的现象 共产集权体制下的百姓终于有人觉醒了 像是方斌拍摄了影片 喊话要民众一起来反抗暴政 结果他人间蒸发 但这样的话愤怒的人民就会害怕吗 民怨有办法指得了吗 中国有可能因为疫情而爆发新一波争取民主的武仓起义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